2024年11月7至10日 网络言论选河要闻热点 黄泛区流民叛军一旦爆起 朝代就结束了2021年3月19日 某人说 中美阿拉斯加峰会最重要的看点 不是能不能达成协议 而是恢复对话 只要能够继续坐下来谈 一切问题都可以拖 最怕的就是 川普政府切断一切沟通渠道 因为那样随时都会再出一个 新疆种族大屠杀的重磅定性 甚至宣布非法政府 记住这次没有公开提病毒的事 同一天 刘仲敬说 川普即使连任也不会停止谈判的 任何一位总统都不会在中岛和海空 重新部署以前 不负责任的关闭沟通渠道 当然这些为战争准备争取时间的谈判 都会被发明成张伯伦 川普把张伯伦的位置让给了拜登 其实对2024年的共和党有利 刘仲敬说 共和党2020年的失败 其实对2024年非常有利 但2024年的胜利 包括最高法院和联邦法官的胜利 绝不会达到江山永固的程度 甚至保证不了2026年的中期选举 2024年形势上的胜利 根本原因在于2020年返川总动员 和两党重新组合的高参与度不可持续 2024年无法保持同样的高投票率 而民主党支持群体 尤其是全球化人口和青年人口的波动性低投票率 造成了错觉 使民主党真实力量的很大一部分 临时隐藏在水面下 随着执政党部分政策的注定无效 逆全球化危机的阵痛和两党重新组合的完成 指针又会暂时向有利于新民主党的方向摆动 只是这个新党会丧失罗斯福民主党的大部分特征 就像共和党早已丧失林肯共和党的大部分特征一样 大属民国断定 美国的政党轮替不会对诸夏各国各派海外组织扩张势力 构成任何负面影响 但也不能替代诸夏爱国者 依靠自己的国军解放祖国的关键任务 切记盲目信任白曲党 通过民小匪谍教会和费拉左右派制造的舆论泡沫 放松原国仇想练兵反恐复国的正业 措施欧亚大陆军阀混战的大好机会 事与事都在大属民国一边2020年11月6日 A说如果川普到2024年当哥德沃特的话 是否意味着丘吉尔只可能来自民主党 同一天 刘仲敬说 哥德沃特在1980年支持的是谁 当然是罗纳德里根 共和党在自己改选较多的情况下 稳住了参议院 扩大了众议院 下一次民主党改选较多 对共和党更加有利 大萧条和战争前夜的总统是预定的张伯伦 失败责任落在民主党和公认的全球主义者 建制派拜登先生头上 对2024年的共和党不可能更有利了 只是可怜了厚道的拜登先生 他和麦康的勾兑恐怕又是一个背锅侠协议 政策要执行川普的 让利要优先给共和党诸侯 否则分裂的少数党政府无法维持 将来众院所归都在他老人家头上 民主党激进派甚至大诸侯既得不到政策 又分不到优先利益 必定四分五裂 责任又落到他老人家头上 刘仲敬说 川普亲自而不是支持年轻一代 担任2024年的罗纳德里根 并不能避免里根和撒切尔 在1982年和1983年经历的严重困难 2024年具有欺骗性的胜利 对于共和党而言 主要是推迟了重新组合的步骤 并增加了难度 投票率波动性造成的胜利 并没有增加共和党的真实力量 但已经造成了意识形态的亢奋 使党内阁诸侯的封建基础 和泡沫声势相互背离 对党在后全球化时代的重新定位 并不有利 大蜀民国不干涉美国内政 更不会对与我国利益 无关的意识形态斗争 做出任何承诺 世事都在大蜀民国一边 新民主党和工人阶级的纽带 随着拜登的退选一去不复返 B说 很大可能拜登和川普 最终会被一起发明为张伯伦 战争总统还是要看2028 C说 怎么可能啊 刘仲敬说 匪军经不住两位数的通货膨胀 会沦为1974年的南越军队 更经不住财政紧缩 会沦为1850年的路营 2028年的匪军 没有足够人力和物资 寻守陆地边界 2032年的匪军 只是各路军阀加缝当中的缩标军 世事都在大蜀民国一边 说希望巴蜀利亚的有识之士 能够整理统计 便写出每一位受难人的具体案例 既可以凝聚巴蜀利亚民族精神 又可以激励后人 我只知道 廖义武 刘贤斌 王毅 以及麻辣老师 在他的YouTube视频中 提到的几位无名英雄 B说 廖义武早就写了一堆这种书 而且他本人就有上推特了 你都提到他名字了 居然还不知道 说感谢提醒 又回看了一下 廖先生的中国底层访谈录 采访对象的确是以巴蜀人为主 刘仲敬说 最重要的部分 当然是三次反恐战争 尤其是第三次反恐战争的 爱国者卖国贼 和侵略者 事与事都在大蜀民国一边A说 最新消息 Young Team 共和党 连任赢得加州第40国会选区的 美国众议席位 该女士常年在国会帮助维吾尔人 还专门为维吾尔人立过法案B说 爱 东托厥斯坦在美国国会都有说得上话的人 我们大蜀民国和各路诸下不说 在国会有人吧 在各路NGO甚至黑道 地下组织能有人 我就要乐开花了 我觉得投靠八个大大才能快速帮我们达成这一点 据我研究 八个大大的组织也没有很多人想象的那么铁板一块 很多情况下 其实就是互相利用 类似早期共匪的外围组织 刘仲敬说给议员写信是很容易的事情 但也不会立竿见影地增加硬资源 今世韩裔共和党 维吾尔流亡者像肖美琴一样是在同时游说两党的 个别知识分子强烈反川并不影响流亡政府的政策 这是弱势集团的最优策略 切记在东道国的党派斗争当中选边站 事与事都在大署民国一边 自由亚洲电台报道 人大常委会8日批准国务院新增加6万亿元的专项债 作为处理地方政府债务限额置换存量隐性债务 增新的6万亿元债务限额将分三年实施 使今年末地方债务的额限由29.52万亿元增加至35 52万亿元 刘仲敬说望眉止渴只会导致亲匪豪强 相对于忤逆军阀的资源汲取能力持续衰退 事与事都在大署民国一边 某人说11月6日湖南永州 平州高级中学托建教师数月工资 教师们集体罢课在楼顶跳楼讨薪维权 学校财务称账面上已经没钱了 仅剩下3000元 刘仲敬说 互相独立唯一出路 美国驻华大使馆发布 拜登总统致信国会中华人民共和国 利用美国的资金作为资源来支持其军事 情报和其他安全部门的发展和现代化 这使得中华人民共和国能够继续直接威胁美国本土 以及美国驻海外部队 通过其军民融合国家战略 中华人民共和国迫使中国民品企业支持其军事和情报活动 从而扩大国家军工综合体的规模 与此同时 这些企业还向美国投资者出售在国内外的公开交易所交易的证券 游说美国的指数供应商和基金将这些证券纳入市场发售范围 并参与其他行为来确保获得美国资本 通过这些做法来筹集资金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军工综合体 通过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情报和其他安全机构的工作提供直接支持 继续对美国的国家安全 外交政策和经济构成非同寻常的重大威胁 这些威胁全部或大部分源自美国境外 此外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外的地方 使用中国的监控技术 以及开发或使用中国的监控技术来协助镇压或严重的人权侵犯行为 这些做法继续对美国的国家安全 外交政策和经济构成非同寻常的重大威胁 这些威胁全部或大部分源自美国境外 刘仲敬说 恢复大属民国历史边界 中国问题自然就解决了 事与事都在大属民国一边 某人说 最新 加拿大正式取消了对中国人的十年往返签证项目 具体几年由签证官定夺 刘仲敬说 不排华行吗 某人说 这个牛肉面馆的老板王奇以前就不是什么好人 1987年因为强奸被判了9年 1991年又因为偷枪和逃跑 再被判了9年 总共关了14年 直到2001年才因为表现好被放了出来 出来后的王奇在2004年开了这家面馆 看起来好像改过自新了 但实际上他心里那股邪火还没灭 2006年4月 他奸杀并碎尸了20岁的应聘者王小晴一个月后 他又以相同手段奸杀了17岁的周倩 王奇将尸体碎块混入牛肉中 头颅和内脏则丢弃 身体其他大块的骨头则用来熬高汤 肉多多的红烧 人肉 牛肉面 让他的生意很是火爆 他还对老婆谎称 两女孩自行离职了 直到周倩的头颅被发现 王奇的罪行才被曝光 小说家都不敢写出这么恐怖的情节 人性之恶 远超想象 刘仲敬说 张献忠就在你身边说 特特不靠谱能和咱们雍正大帝相提并论吗 毕说 那要看昂萨巴奇能不能正确处理之国 刘仲敬说 给大鼠民国打600亿美元 就不用劳动美国了 事与事都在大鼠民国一边C说 天天厚着脸皮骗捐 小心FBI盯上你啊 别买奢侈品啥的 刘仲敬说 大鼠民国目前确实没有购买F3 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内 仍然会满足于对付白去党敌后武功队的轻武器 不过以我国的资源丰富 复国以后 军备达到泰国马来西亚水平 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事与事都在大鼠民国一边 果敢资讯网报道 客亲独立军攻占片马城区 并控制口岸 明昂来政变武装一名副营长贝福 刘仲敬说 事与事都在大鼠民国一边 某人说 中缅边境局势紧张之际 中国支持缅甸军政府 刘仲敬说 缅属赞米亚军阀 旧时沦陷区 其事如水之旧下 匪军无力同时维持海上存在 和守卫陆地边界 帮美属时刻不可避免 事与事都在大鼠民国一边 某人说 众议院共和党 正在考虑终止与中国的永久正常贸易关系 刘仲敬说 不排华行吗 事与事都在大鼠民国一边 某人说 约瑟夫拜登说 如果没有以色列 美国国会的议员们 便会创造一个以色列 保护美国在中东的利益 满洲人民党推举网展 为满洲国总统候选人 必复建为副总统候选人 刘仲敬说 满洲复国唯一出路 某人说 以青春没有售价 叶琪某某拿下为口号的年轻人群体 在中国各地开始蔓延 看起来 年轻人更多是青春期叛逆行为和通过响应群体行为来表达人生态度 其中大部分参与者缺少政治自觉意识 比如追求自由 反对政府家长主义作风 反对专制等等 这些自发行为不像是有政治目的的 当局弹压他们就显得好像带有政治目的了 刘仲敬说 流民战争的恐惧 自由亚洲电台报道 自2021年缅甸军方发动政变以来 军政权领导人敏昂来 在本周首次访问中国 在政变后 缅甸已陷入长达三年的内战 持续的冲突 已导致上百万人流离失所 外界普遍认为 中国是唯一有能力结束缅甸内战的国家 因此中国的缅甸政策备受各界关注 某人说 习近平时代已经没能力了 缅甸军阀混战是挖地未来预演 刘仲敬说 澎湃军阀 克勤军阀 尤其是瓦邦军 都有自己的沦陷区体制内合作者 长期依赖沦陷区的物资和人力不及 最近的军阀战争 没有沦陷区派系和豪强的介入是不可能的 中央政府 匪军和外交部首先斡旋 然后关闭清华派军阀的滇缅边界通道 不断军演示威 保护缅甸军政府和一带一路 然而始终事与愿违 实际上就是中央政府 已经无法像胡锦涛时代一样 通过罢免极少数设施军官和干部 震慑华蜀赞米亚干部和豪强 至少在形势上要尊重中央的面子 现在则是连速来最公顺的瓦帮军都只顾趁火打劫 下山抢地盘的眼前利益 不顾党中央的面子 显然 他们认为在沦陷区合作者的暗中协助下 中国没有能力或意愿真正关闭边界 切断他们的物流 如果发生意外的整肃 像朱丸对倭寇或胡锦涛对彭德仁那样的做法 他们也能在沦陷区合作者的帮助下 以武力保护自己在沦陷区的后勤物资和补给路线 所以 缅北清华派军阀的战争 就是华蜀赞米亚军阀混战的体现 事与事都在大蜀民国一边A说 郑州多所高校学生自发组织夜骑开封的活动 近日多所学校发布通知 禁止学生夜骑制开封 甚至有学校称 骑行的队伍里 混入了散播反党言论的不法分子 并要求学生即刻返回 11月9日 郑州和开封同时宣布 今晚进行 共享单车平台也发布公告 郑州超区骑行将强制所撤 B说 风向变得真快 前一天开封市长吴海燕还说 要给学生做好服务 隔天就翻脸不认人了 刘仲敬说 习近平还是英明的 百万失业大学生进京串联 如何是好 现在的当务之急 是解决接班人问题 划不利因素为有利因素 例如习明泽出任中组部副部长 主管干部政策 自由亚洲电台报道 河南郑州大学学生 近期流行夜骑自行车前往开封 出现上万骑车潮涌动 八日晚间 传出有超过20万人参与 规模远远超过当年的白纸运动 中共急令全面禁止 河南各大学宣布封校 有录像显示 骑行大军连绵数十公里 警察 警车都不敢阻拦 刘仲敬说 可以把他们编成青州兵 不 郑州兵 不 青年军 不是支持祖国统一吗 十万青年 十万军 不在人才服务中心吃闲饭 第一批上前线 是不是个好主意 某人说 11月8日 郑州的退伍军人们 也加入了夜期开封的队伍 刘仲敬说 这就有点不妙了 青年军劳动军都要赶紧搞起来 赞米亚公安 企业家 黑社会流入缅甸辽国高棉军阀部队 已经击中南反 黄泛区流民叛军一旦爆起 朝代就结束了 两相比较 还真不如把他们全部送进太平洋位于 习明泽和中华民族在秦岭的位置都晚了 还可以顺便 坑死携款逃跑的改革开放干部和温和派中国人 某人说 近代史上的近日冲突 本质上是内亚民族的内部冲突 冲突的原因是 晋国事实上独立 却没有实现民族建构 与本国历史叙事体系的建构 导致思考体系与自身文化身份 被侵害革命后的百越民国民族发明家的汉族 中华民族概念牵制 自身地缘上 夹在日满与百越民国中间 无形中当了百越民国挑战日本的炮灰 与人肉垫子 刘仲敬说 晋国独立唯一出路 某人说 晋国作为内亚文明边陲 临接东亚洼地 历史上不时卷入与东亚洼地的冲突 本国的历史也与近代日本有类似之处 无一例外 被东亚洼地士大夫塑造成了破坏其洼地特色文明的不速之客 加以丑化 在西北内亚系晋国衰落后 向洼地输出秩序的换成了东北亚体系的民族了 契丹 女真 满洲与日本 他们源头上也是内陆亚洲人 刘仲敬说 晋国独立唯一出路 某人说 澳洲学者凯大雄 Kevin Currico先生 近日在中国民主转型研究所主办的 中国民主记刊中 参与题为 统一与分离 中国民主转型中的民族议题的讨论 凯大雄先生 以南越在内的各地作为例子 说明所谓的中国本部各地 也应该有追求独立的机会 不过 除了这些明显的例子之外 汉族的沿海地区还有丰富的多样性文化 我们除掉不合时宜的天下大一统独裁思维之后 就能发现广东 河南 上海和黑龙江 没有必要都属于同一个国家 或整体的这些不同地区 显然有不同的文化 也有可能有不同的民族与不同的未来 当然 有些地方希望保持统一 不会选择独立建国 这毫无问题 最关键的是 为了实现真正的民主化 将来的统一或分裂 必须是建立在人民自愿选择的基础上 而不是通过数千年来的集权统一思想 无论其背景 所有的人必须有一个机会 公开自由地决定自己的命运 凯大雄先生很早就开始关注 研究沦陷区各地的独立运动 并曾亲身赴港 支持香港独立运动 因此遭到港共匪徒滋扰 感谢凯大雄先生发表的观点 我们认为 沦陷区所谓的中国本部也需要解体 我们不认同汉族伪概念 而即使是所谓的汉帝 在近代国共政权勾结苏联 重建大一统帝国以前 不同地方也有着不同的文化 并各自处于适时独立的状态 刘仲敬说 诸夏的显学化只用了几年时间 事与事都在大蜀民国一边A说 帝国的荣耀是建立在诸多被他屠灭的 小国小族的尸骨之上的 中共曾屠灭了一个又一个冰岛体量的 异类之国 灭绝了一个又一个瑞士体量的 黑五类之国 饿死了等于一个波兰 或者两个荷兰的人口 朋友们 假如已认之为分界按文化基因定种族 你们该算哪族人 你们并不是汉族 帝说 越南就是一类之国 陈朝和正朝 刘仲敬说 百越各国的幸存者 去中国化的先驱者 事与事都在大蜀民国一边 某人说 调精灵某校长 以前在家乡教书 投笔从容做了军官 战后做了保安团长 在河南至少发现两三例校长或老师 成为反共民团或正规军军官 参与正规作战或沦陷后的游击战 在海陆丰也有一例乡村小学校长 成为反共保安团军官 以及知识青年投笔从容做反共国军 学者经常谈清共知识青年 反之则罚人问津了 刘仲敬说 民族英雄都是靠各国爱国者自己塑造的 从波兰到越南并无二致 民族历史和民族文学 对民族英雄的歌功颂德缺一不可 大蜀民国也需要自己的显客为之 和潘培珠重新塑造 从王子辉 杨春青 乔纵 全师雄 王小波 杨展 秦良玉 刘元棠 廖泽的抗中排华民族英雄 尤其是三次反恐战争的爱国者和烈士 事事都在大蜀民国一边A说 1921年10月 陈炯明治下的广东省已经开始了县级直接选举 其实我们自己的选举一百年前早已开始 假以时日 我们也有自己大选 相信那也是万众瞩目 不幸的是 这一切都被马列外来敌对势力断送了 毕说 海陆英豪第一人 刘仲敬说 南越独立唯一出路 某人说 目前为止 已经见过十几个版本的诸夏地图了 你怎么什么几把地方都能发明个民族出来 整得跟你妈动物园似的 刘仲敬说 一点微小的贡献 事与事都在大蜀民国一边 某人说 根据NBC报道 川普第一批驱逐的人群 包括非法在美国居住 兵役年龄的中国男人 那么金牌奖是要回国了吧 刘仲敬说 川普虽然嘴大 但不会做捕风捉影的事情 他的顾问必定已经得到确凿证据 敌后武功队是存在的 白去党绝不仅仅是养了一批文宣人员 这跟我国政府掌握的情报是完全一致的 从另一方面证明了我国情报工作的有效 大蜀民国目前理论强而兵力弱 吃掉任何统派理论 包括白去党的各种版本都是一如反掌的 但要打败匪谍和敌后武功队还是少不了友邦的支持 事与事都在大蜀民国一边说 那些反共党分中国的独派们就是新式打土豪分田地共党 过去的共党全成为了今天的土豪田地都归他们了 如果独派们得逞了 被瓜分后的中国一定不会属于人民 只会属于他们 B说 如果一个罪犯抢走了我的钱包 那我当然要想办法把钱拿回来 并让罪犯付出应有的代价 中国统派妄图混淆抢劫和追赃 说两种行为没什么区别 本质就是罪犯的帮凶 中国是世界各国以及联合国承认的主权国家 那么世界各国和联合国都是帮凶 要抢劫的罪犯是你们吧 中国违反了哪条国际法 刘仲敬说 大蜀民国制裁 屠杀我国人民 抢劫我国土地资源和人民私有财产的国际恐怖组织和中国恐怖组织 只需要依据我国刑法和军法就足够了 正如提尔总理所说 制裁巴黎公社现有法律已经足够 并不需要额外立法 事与事都在大蜀民国一边NBC新闻网报道 移民和海关执法局在驱逐来自中国 尼加拉瓜 委内瑞拉 海地和古巴的移民时遇到了困难 因为这些国家经常拒绝接回其国民 熟悉即将上任政府计划的两个消息来源表示 如果移民的祖国拒绝接受 特朗普政府可能会考虑将他们送往第三国 特朗普在其第一任期结束时也采取了类似的政策 当时美国将来自第三国的移民驱逐到威地马拉 一文 2022年7月2日刘仲敬说 即什么 排华的死亡率还不到1% 按照中国标准 正所谓太平盛世 三代未有之人 汉唐未见之圣 威地马拉的香蕉微量元素丰富 国家19世纪遗风游在 社会又是多种族传统深厚 早晚会把你们放出来开杂货店的 野心家的黄金时代 不知要出多少孙文 旧金山洗衣工人和餐馆服务生 都能打回沦陷区做独军 某人说 送到威地马拉 你又多算一步 刘仲敬说 事与事都在大数民国一边 要闻热点 纽约时报报道 绝望 分裂和指责 民主党面临黑暗的未来沮丧 士气低落的民主党 开始痛苦地迈向一个基本上无能为力的未来 领导人们正设法认清 他们在多大程度上 低估了特朗普此次卷土重来的强势 全国范围内 对该党的否定令 许多民主党人震惊 他们曾对该党在竞选最后几周的机会 表现出令人恶心的信心 当他们在败战后的废墟中仔细搜寻时 对于选民为何如此果断地拒绝该党的候选人 他们找不到简单的答案 在二十多次采访中 议员 策略师和官员对副总统贺锦丽的失败 给出了一连串的解释 几乎所有解释都符合他们关于如何在政治上获胜的先入为主的观念 在电话群聊和阴沉的团队会议上 这些悄无声息的批评 是对即将到来的党内斗争的幕后预言 民主党人很快就会陷入意识形态的裂痕 这种裂痕在特朗普时代的大部分时间里定义了民主党 无可争议的是 民主党的表现非常糟糕 他们失去了白宫 交出了对参议院的控制 似乎在众议院也要失败 他们在城市和郊区村镇和大学城的表现都不如四年前 纽约时报对选举结果的早期分析发现 自拜登总统在2020年获胜以来 美国3100多个县中的绝大多数都向右倾斜 结果显示 贺锦丽的竞选团队乃至更广泛的民主党人 未能找到针对特朗普及其基层选战盟友的有效信息 也未能解决选民对拜登领导下国家发展方向的不满 民主党选择强调的问题 堕胎权和保护民主 并不像经济和移民问题那样能够引起共鸣 而美国人经常把经济和移民问题 列为最迫切关心的问题 民主党无法阻止特朗普对美国政府进行右翼改造 许多民主党人都在考虑如何应对黑暗的未来 另一些人则进行内省寻找国家拒绝他们的原因 他们谈到错误信息 以及在充斥着右翼宣传的新闻环境中传达民主党愿景的困难 他们承认贺锦丽没有放弃拜登在加沙战争中对以色列的支持 为此付出了代价 这激怒了密歇根州的阿拉伯裔美国选民 一些人认为民主党在跨性别者权力等社会问题上过于左倾 还有人认为随着民主党人在经济问题上的右倾 他们把工人阶级的利益抛在了后面 他们哀叹民主党的品牌在全国许多地方变得有害 一些人指出内布拉斯加州的独立参议员候选人 在该州的得票比贺锦丽多出14个百分点 许多人表示他们正在努力认清损失的严重程度 对第二个特朗普政府可能出现的情况感到震惊 悲伤和恐慌 我非常震惊和担心 曾担任贺锦丽竞选团队联合主席的德克萨斯州众议员 维罗尼卡·埃斯克瓦尔说 这里的人们面临着真正的迫在眉睫的危险 美国人面临着真正的危险 包括许多投票给特朗普的美国人 对战略和价值观的反思并不是所有人都这么悲伤 佛蒙特州参议员伯尼·桑德斯长期以来一直是进步派的棋手 他指责全党都在强调身份政治 忽视了对工薪阶层选民经济问题的关注 不只是贺锦丽的问题 他说民主党越来越成为一个身份政治的政党 而没有理解这个国家绝大多数人是工薪阶层 工人离开民主党的趋势始于白人 并加速向拉美伊和黑人蔓延 桑德斯是一名政治独立人士 长期以来一直批评民主党最大的捐助者和资深操盘手的影响力 他给出了一个悲观的预测 考虑到民主党的资金来源 以及他对高薪顾问的依赖 民主党是否有能力实现自我转型 还有待观察 桑德斯并不是唯一一个将民主党的问题 归结为过于受制于其身份群体需求的人 特朗普在反对跨性别者的电视广告上花费了数千万美元 贺锦丽的竞选团队及其盟友对此没有回应 马萨诸塞州众议员赛斯 莫尔顿是寻求2020年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24名民主党人之一 他建议民主党应该改变对跨性别问题的态度 民主党人花了太多时间试图不冒犯任何人 而不是诚实面对许多美国人面临的挑战 莫尔顿说 我有两个小女儿 我不希望她们在运动场上被男性或前男性运动员碾压 但作为一名民主党人 我应该不敢这么说 但国会进步核心小组主席 华盛顿州众议员普拉米拉 贾亚帕尔表示 民主党人不应该想偏见和不识信息屈服 他将争取跨性别者权力的斗争 与反对同性婚姻的斗争相提并论 后者的公众舆论变化很快 我们需要为人们的恐惧创造空间 让他们去了解别人 贾亚帕尔说 他称自己是一个骄傲的母亲 有一个女儿碰巧是跨性别 他说 我们需要反驳那种认为我的女儿 对其他人的孩子构成威胁的想法 竞选的态势已经注定 然后是对拜登的指责 甚至在他宣布竞选连任之前 民主党人就在窃窃私语 说这位现年81岁的总统太老了 不适合寻求连任 密调查也证实 选民们对他竞选连任 有严重的保留意见 当时忧心忡忡的民主党人如今表示 贺锦丽从未真正有过机会 贺锦丽成为候选人之前 竞选的态势就已经注定 曾参加2020年总统竞选的前助防部长 朱利安·卡斯特罗说 他手上的牌很差 他在一位不受欢迎的总统的阴影下参选 绝大多数公众都说 这位总统不应该竞选连任 而且他花了太长时间才让位 就连贺锦丽在拜登退出后 聘请的资深民主党策略师戴维 普洛夫似乎也表示 是总统让他陷入了困境 我们从一个大坑里爬了出来 但这还不够 普劳夫在X上写道 拜登的辩护者说 这不是他的错 特拉华州参议员 拜登的重要盟友 克里斯·库恩斯说 他不认为拜登拖累了贺锦丽 他还说 他的竞选活动非常出色 美国有几个群体 年轻人和拉丁裔选民 对我们的候选人 我们的信息和我们的履历 没有积极的反应 他说 我们有差距 但我们没有缩小它 贺锦丽发表了败选演讲 敦促支持者 对当下保持警惕 对未来保持乐观 继续为自己的价值观而奋斗 他没有指责或抨击任何人 我为我们的竞选 和我们竞选的方式感到骄傲 他说 请听我说 美国的希望之光将永远闪耀 只要我们永不放弃 只要我们继续战斗 周四 拜登在白宫玫瑰园 向全国发表讲话 敦促支持者保持乐观和顽强 挫折是不可避免的 但放弃是不可原谅的 他说 我们都曾被打倒过 但正如我父亲常说的那样 衡量我们品格的标准 就是看我们能够多快地站起来 民主党官员在反思这次选举的后果时 比较了这次选举日在党内灾难史上的排名 中间派智库 Dirt Way负责公共事务的执行副总裁 马特 贝内特表示 民主党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 从未面临过如此严重的危机 当时民主党在总统竞选中连续三次惨败 他认为为了重新掌握权力 民主党必须采取更温和的方式 但贝内特警告说 这并不容易 因为拜登被虚弱 贺锦丽被击败 民主党正面临领导真空 打败右翼民粹主义者的唯一方法是通过中间派 贝内特说 必须成为一个更务实 更理性 更理智的政党 这就是我们要做的 领导真空 全民声誉自由的首席执行官米妮迪马拉朱说 民主党人必须制定一个长期计划 直接对抗党内和全国的性别歧视 这种歧视阻碍了贺锦丽和希拉里 克林顿 他们是仅有的赢得主要政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女性 我们不能一直掩盖她 她说叙事不能是贺锦丽不知怎么的就失败了 这里有一个更大的失败 我们必须弄清楚 并且解决她 拜登和贺锦丽现在已成为政治上的跛脚压 参议院的多数席位已经失去 很可能也不会有一个民主党的众议院议长 2025年 民主党人会发现自己缺乏明确的领导人 就像特朗普在2016年获胜后的情况一样 民主党领导人面临的下一个决定 是选择谁作为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下一任领导人 这个职位在拜登执政期间基本上是一个理性的职位 但在没有白宫官员发号失令的情况下 这个职位将包含更多的责任和权力 揭秘 哈利森四年前被拜登任命为民主党主席 几个月来他一直表示不会寻求连任 新的选举将于明年初举行 自由亚洲电台报道 据台湾中央社11月10日报道 俄乌战争中唯一一名中国籍的乌克兰志愿兵彭陈亮 日前不幸阵亡 报道说 29岁的彭陈亮来自中国云南省 因为想到乌克兰对抗俄罗斯 他在X平台发表亲吴反俄 亲台反共的言论 遭人检举后 彭陈亮被公安抓捕 并关在看守所7个月 之后他离开中国前往乌克兰加入了国际军团 报道引述一名叫黄春生的牧师表示 上述消息是来自乌克兰军团的台湾志愿兵 彭陈亮与乌克兰军团一营的合约到期之前 他申请转到二营续约 那里有多名台湾志愿兵 但在转换营队之前 彭陈亮最后一次出任务 不幸被炮弹击中阵亡 欢迎您的点赞订阅和分享转发 请不吝点赞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